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直播平台斗鱼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陈绍杰 金船失联三周 疑似遭到了当局的调查 综合媒体报道 在雪球拥有过万名粉丝的知名用户 逍遥投资笔记指出 2号收到传言 陈绍杰被查 失联将近三周 陈绍杰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是8月14号出席第二季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 媒体向斗鱼公司询问之后 证实陈绍杰已经多天无法联系上 逍遥投资笔记 并未明说陈绍杰遭到调查的原因 不过表示 从斗鱼的情况来看 还没有必要走到那一步 最终他选择了歧路 文章又指 腾讯作为大股东 没有披露有关的消息 长达三个礼拜 并且公司治理失职 认为腾讯应该介入 斗鱼的运营 给斗鱼的股东一个交代 根据报导 今年5月 中央网信办公布 针对斗鱼平台 存在的色情 低俗等严重生态问题 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 指导湖北省互联网资讯办公室 派出工作组来进驻斗鱼平台 展开围棋一个月的集中整改读道 陈绍杰一手打造的斗鱼 是中国知名的直播平台 201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陈绍杰个人的身价 也达到了25亿元人民币 中国网民对陈绍杰失踪议论纷纷 有人怀疑陈绍杰可能是被强行带走调查 不知道是进去了还是下去了 还有网民认为陈绍杰搞不好是跑路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斗鱼直播恐怕将会面临倒闭 根据报导引述斗鱼发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财报 斗鱼二季度的总营收为13.92亿元 净利润为680万元 经过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同比大增160.8% 达到了6140万元 作为国内两大游戏直播平台之一 斗鱼在2019年攀上尖锋 当年还登陆纳斯达克 但是最近一两年来 斗鱼的经营跟财务业绩都不容乐观 另外一方面 斗鱼的内容生态 此前存在少量涉嫌违规的内容 个别大主播触犯法律锒铛入狱 平台的声誉也因此受损 根据天眼查的APP显示 过往斗鱼先后受到了15次的行政处罚 其中在2019年到2022年期间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等相关部门 就因为表演方式低俗等违规 违法的问题 四次对斗鱼做出行政处罚 共计罚款8.5万元 而针对最近两次的相关管理部门的言辞表态 也同样指指斗鱼背后的严重生态问题 根据富途牛牛数据的显示 自2021年2月以来 斗鱼的股价便进入下行趋势 一路以来跌跌不休 到今年6月为止 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94% 而当时总市值也仅有3.45亿美元 跟IPO首日的37.33亿美元的总市值相差甚远 不仅如此 股价疲软的背后 公司的业绩也是尽显法力 财报数据显示 2020年到2022年期间 斗鱼时现金收入分别为96.02亿元人民币 91.65亿元 71.08亿元 三年来收入呈现波动下滑的状态 而截至2022年 公司仍然深陷亏损的泥沼 路德净亏损达到了7542.24万元 从单季度的表现来看 去年第四季度 斗鱼的业绩也净显颓势 丝毫没有好转之势 在这段期间 公司净收入下降了27.8%到16.8亿元 按照业务的划分 其直播业务 广告跟其他的业务都无一幸免 纷纷陷入到了经营窘境 而直播的收入方面 由于某些互动功能跟相关操作的持续调整 以及COVID-19限制结束之后 主播活动减少的负面影响 去年公司第四季度实现收入同比下降的27.7% 到了15.967亿元 同时受到宏观经济对广告需求疲软的影响 广告跟其他的业务 在2022年第四季度实现收入8430万元 而2021年同期为1.185亿元 除此之外 斗鱼在用户的运营上也明显陷入瓶颈期 相关的指标表现并不乐观 在用户方面 斗鱼于2022年第四季度平均移动端 越活跃用户为5740万 而2021年同期为6240万 同比下降了8% 2022年第四季度平均付费用户为560万 比2021年同期的730万 流失了两成之多 中国近日传出天津有贫困生实名举报 学校的奖助学金舞弊 真正的贫困户拿不到钱 校方反而将助学金发放给手拿iPhone的富有同学 对此涉事大学会应 不曾在国家助奖学金名额遭到挤占的情况 而当事人随后也表示 不认可学校自查的调查结果 相关的事件在微博炸锅 一度冲上了热搜的第一名 综合媒体报道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一名大三的学生小苏 近日实名举报 自己的贫困生助学金遭到了抢占 他表示自己是政府建党立卡的贫困户 父亲过世 母亲改嫁 学校每年四个助学金的名额 他之前都有拿到 但是今年却被两名同学给挤了下去 其中一个人穿着Air Jordan 而且每天都说要去味造贫困的资格 跟另外一名都是家里不缺钱的样子 经常外出旅游聚餐 还使用iPhone iPad Pro等3C产品 根据小苏表示 他在八月的时候接到奶奶的电话 说家里实在是没钱了 因此决定再向校方申诉 希望能够要回名额 但是却被校方反问 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另外两个人的家境情况呢 不得已之下 他只好拍影片实名举报 持续的发布 有关孤儿申请贫困助学进不成 反遭欺辱 实名举报贫困生平定舞弊等视频 引发了热议 消息曝光之后 随即遭到限制传播 但是中国许多热心的网民都出手帮忙 不断地将影片上传到自己的影音平台账号里面 小苏说参加评选的同学当中 有人为非建党利卡等特殊家庭 所提款的家庭贫困证明材料为村委会开具 因此怀疑他们的材料是捏造事实 这其中也有人日常购买多双800元以上的名牌鞋子 高配置版的iPad 每年都换高配置的苹果手机等高价电子产品 另外也有经常聚餐旅游等高消费的行为 对此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眼见事情闹大 同意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6号的时候 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通告指称 经过调查该生自入学以来 深原地政府以及相关亲属给予了学费跟生活费保障 大一跟大二两个学年都获得到了二等国家助学金 并且已经全服发放到位 大三学年综合评定拟获二等国家助学金 学院已经在10月24号到27号公式评定的结果 因此并不曾在国家助学金名额遭到挤占等情况 通报指出经过调查 所涉及另外两位同学的家庭跟个人情况 都符合困难生自助条件 一位同学本学年综合评定拟获二等国家助学金 另外一位同学本学年综合评定拟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并未发现材料作假的情况 评定符合相关的规定 并未发现独职以及滥用职权的问题 有关视频当中指称的生活品 为上述学生勤工减学收入所购买 或者是亲属所赠 其高消费行为经核查不属实 此外通报还称经学校反复的拍查 在校生无劣势子女 不存在劣势子女未资助的情况 在校生当中 所有经过民政部门认定的孤儿 都已经享受到了国家的资助 对此当事人小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对此次学校自查的调查结果并不认可 并认为这件事情应该由第三方来进行调查 小苏同一天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指称 结果已经出来告诉我了 果然我还是逗不过他们 闹上热搜也不过是他们自己查自己 一腔热血最后落了个不懂人情事故 中国网民看到调查结果之后非常的愤怒 痛斥学校根本没有把事情给说清楚 比方说这两名学生有没有建党立卡 还有人质疑亲友能够赠送他们高价3C产品 怎么会连生活费也不舍得给呢 还要让两人来申请贫困的助学金 通告发布之后 天津助学金事件调查结果的话题 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 不少网民留言质疑调查结果 并指学校对问题轻描淡写 对自身百般辩解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今年第三季度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料显示 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了逆差 这也凸显出西方各国政府推行去风险策略之后 中国对海外企业的吸引力正在减少当中 德国之声报导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3号的最新资料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直接投资负债 出现了118亿美元的逆差 是中国自1998年开始统计这个反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以来首次的逆差 同时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国际基本收支 史上第二度出现赤字 达到了32亿美元 就在上个季度 中国的直接投资负债 刚刚创下了199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季度增幅 新加坡华侨银行的大中华区研究主管 谢栋铭估计 中国当局将采取持续的战略性措施 来应对人民币面临到的这些压力 他认为央行将继续采取逆周期干预的措施 来对本国货币提供支撑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 今年10月的在岸人民币兑换美元交易量 下滑到了1.85万亿元 比8月份的水准下降了73% 创下了历史新低 路透社曾消息人事方面获知 中国央行已经敦促各大银行 劝阻客户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 根据高盛的统计资料显示 今年9月的中国外汇流出量 大幅上升到750亿美元 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单月新高 就在一个礼拜以前 高盛集团在一份分析报告当中 也提到了中国的资金外流问题 认为外国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再投资利润外流 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 也发生了变化 从制造业转向金融 IT 科研等领域 也反映出潜在的供应链多样化 值得一提的是 在疫情期间的2022年 中国曾经录得1890亿美元的年度 直接投资负债新高 跟现在的惨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 疫情对中外经贸往来的限制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都导致了跨国企业 更为重视投资中国的风险 此外 中国本土市场的消费需求低迷 也影响了外国企业在华经营的利润 而中国的汽车厂商 不断增加的竞争力 也让常年作为中国最主要外国投资的西方车企 销售而暴跌 这些也导致了外国企业 在投资中国之前更为犹豫 因此近期中国领导层 也在努力地说服外资企业继续赖化投资 就在11月5号 中国总理李强 在上海出席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时表示 中国会持续推进开放 进一步地放宽市场准入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的权益 另外随着中国对外商企业监管驱言 加上景气的低迷 外资集体撤离 华尔街日报统计 截至今年9月底为止 外资连续6计汇出在华利润 总金额超过了1600亿美元 规模相当的惊人 根据报导 由于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以及美中紧张局势的加剧 外商正在将利润汇出中国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9月底 外国公司连续6计 从中国汇出超过1600亿美元的总利润 这种异常且持续性的资金汇出 表明了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 正在减弱当中 如上所述 外资大局的撤离 导致今年第三季 中国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首度超越了流入量 以美元计价 外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了118亿美元 其中撤资跟规模缩减额 超越了厂房的建设 跟其他目的的新投资 显示出 外商将中国赚取的利润 再投资中国的意愿下降 这也是1998年有记录以来 衡量外商对中国投资的指标 首度转为负值 资金外流加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迫使中国人行出手足变 仍难阻挡市场的悲观气氛 人民币对美元今年贬值5.7% 还曾经在9月的时候 触及到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准 经济学人及企业高管认为 外商汇出利润的三大原因 一是中国的利差跟美欧利差扩大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放盘 第三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以至于许多的外商 正在寻找更好的资金用途 跨国企业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投资 并且启动多元化的布局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航空电子公司 Ferun Technology Group 执行长伯恩表示 该公司2022年跟2023年 第一季从中国汇出了 约220万的加币 而过去十年来 该公司投资了800万到1000万加币 来扩大在华业务 伯恩表示 从中国提取现金的主要原因 是要为最近在美国的两项收购 来提供资金 但是他也补充说 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关系恶劣 是该公司的担忧 他说 当然中国与西方 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将会发生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中国拥有大量资金 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报导引述数据显示 从2014年到去年年中 除了两个季度之外 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再投资 都超过了转移到海外的金额 包括了2021年 企业再投资的金额为1700亿美元 但是这种状况 在2022年的中期发生了变化 当时中国处于零星封锁状态 联准会开始升息 来应对飙升的通胀 此后 美季的资金外流都在持续当中 中国前外长秦刚被罢关的原因 官方一直不肯明告 中纪委日前发文指称 涉外干部被策反的风险高 尽管文章没有细节 但是却有明确的指向 法广报导 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 看出的这篇文章 不点出具体的人名 但是却正对整个外交战线 观察人士认为 一方面这是见止秦刚 另一方面也透视出 心态封闭的中共领导人 对于与外界接触面 最广的外交观 其实并不信任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是中共中央的重点党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机关刊 这篇由中纪委国家监委 驻中央外办 纪检检查组组长张继文 庶民的文章要点是 外交工作被渗透的风险比较高 文章表示 外交领域面临到政治风险 廉政风险跟管理的风险 在政治风险上 要防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不够到位的风险 失泄密以及被渗透 被测反的风险 文章还说 干部出访 驻外期间违反外事管理规定的情况 仍然个别存在 八小时外 律己不言 技法道德操守 缺失的风险比较高 显然 文章是针对外交官员而来 表示 外交外事干部 是对外工作的主力军 处在对外交往 特别是与西方抵对势力 斗争不义的前线 被测反跟渗透 跟拉拢腐蚀的风险 相对较高 文章还说 要警防外事官员以外谋私 利用手中积累的外事资源 人脉资源来谋取私利的风险 对此 香港星岛日报5号评论说 前述文章批判的是外事干部 当然也包括外交部 尤其秦刚刚出世 盛传就是在驻外期间年花热草 令人联想到剑指秦刚 也是相当的正常 中国外交界一直被王毅给把持 把持许多年 所谓的战狼外交 也是王毅时期所练成的 王毅因此深得习近平的欣赏 二十大深入政治局 拔至中共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 秦刚接替出任外长 担任外长仅仅几个月 六月下旬就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 不久之后被免去外长的职务 两个礼拜前被撤销了国务委员 王毅又回头重新兼任了外长 华尔街日报9月19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被告知 前外交部长秦刚在担任中国驻媒最高时期期间 一直都有婚外情 不过中国官方一直未正式解释过秦刚倒台的理由 发狂认为中纪委的文章 所谓涉外干部被策反风险高 如果专指秦刚 罪名可谓相当的严重 如果涉及到外事干部 打击面也相当的广 由此产生了两大疑问 其一 秦刚短短几个月 连升几级 直至复国级 如果不是习近平的亲信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亲自拔着秦刚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至少用人失误 犯了不能知人善认的错误 其二 外事干部的问题 不可能只是外长椅子还没有坐热的秦刚手下积累的问题 王毅是否应该承担很多的责任呢 但是从习近平对王毅信任的程度来看 王毅似乎不需要对外交官以外某次来负责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敬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